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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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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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到我们人间的摆态的中间的感受 那我们今天试试看 我们用一个这样子以蓝以贵 来表现的一个作品来试试看 好 那我们首先先来欣赏一下这个花器 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呢 其实这个花器呢 我常常在佛心花海里面用它 它的感觉呢 很稳重 那也很端庄 然后它又带着一种优雅 那方方的可是在风中又有一些些微微的变化 所以也很符合这种 我们再插一些比较像兰花桂花这种 气质很高雅的花柴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今天这个花呢 我们怎么样来插座 那这个瓶口呢 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一下 它是有一点做成这样的三角形的 就是说有一点现代感的感觉 好 那我们呢 想要来插一点点的松针 好 跟一些兰草 让它来表现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常常讲说呢 长工者贵 或者说呢 松啦 贵啦 梅兰 竹菊啦 四君子花 像有时候我们在家里的疏灾啦 我们常常会插上像这样的花 或者有时候我们在供佛 那在禅堂里面 也希望插一些品德很高尚的花 好 那比如说呢 我想夹一枝的松的话 比如说呢 像这样的一枝松 那我这样把它放进去呢 它有时候会摇摇晃晃的 因为我们知道松有时候取得是很不容易的 那有时候我们又舍不得 一下子把它剪很长的下来用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我用一枝这样的 一个海芙龙来帮忙做架构 所以这个海芙龙真的是很好用 好 我们试试看 什么样的角度 可以让它表现得很好 那感觉也很有特殊的感觉 好 现在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一下 哇 这一枝海芙龙照在上面呢 好像要飞起来的感觉 所以感觉是 好像藤雲驾雾的感觉 凌空的感觉 所以真的是很很棒的一种feeling 所以有时在插花中 觉得刚好有个角度架得很好 那也觉得好开心 好 那我再慢慢的把这一枝的松 我把它放进去 刚好运用这一枝木头 它自然的一个形成 那我把它架上去 架到这个上面 好 你看一下它的角度 好 那它呢 让它这个松针有一点点微微向前 所以有很多的花材呢 我们不但可以重复的运用呢 而且运用之后的那个效果呢 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 好 我让它这个松针呢 一直往前一直往后 因为现在的松针有一点卡在一起的感觉 好 如果它不能够一直往前一直往后的话 我再把它减少一点点 好 那我现在呢 配合这个海芙蓉呢 让松呢 这样子轻轻的平出过去 然后呢 我希望呢 能够呢 有它的前颈跟后颈 前颈有一支松 后颈有一支松 这样子的感觉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譬如说 像我手上有一支这样的松 但是它是这样有点往上伸长的 所以呢 这支松 如果说我要做这里的感觉 那它 因为这个往上翘 所以我需要稍微的折肢它一下下 好 那我把这个减少一点点松针 其实 这样的松针呢 我们平常都不要把它剪掉 不要把它丢掉 像我们有时候到日本的料理店里面呢 我们会发觉呢 它会在上面呢 撒一点点松针 都是很名贵的 好 那我在这个小小的铁丝上 稍微折肢一下下 那比如说呢 我现在用一支 24号的铁丝 好 那我把它 烙在这一个 这一个松 松枝上 那也是一样 把它一直拉直 然后一支呢 这样子 然后绕下来 那松本来是一个很脆的一个汁哦 我们每次呢 在上课的时候呢 我都每次要擦松的时候 我特别都会跟学生交代说 铁丝一定要上好哦 不然一折下去呢 那个松呢 就断掉了 不过细枝的松针还算可以 比如说 我现在像 现在这样子把它一直拉直 然后一直这样绕过来 如果我能够再上一下Tapu 我稍微加一下Tapu 给各位爱华的菩萨看一下 因为Tapu呢 它会有一个韧度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 在折肢的时候 它就更不容易断 那这样就更安全 所以呢 有时候这个手续就一个一个 一道一道的慢慢来 比如说 好像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就会发觉到 好 现在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 然后呢 它就不容易折断了 好 那我把它稍微再折一下下 好 然后 我们今天放在一个 很长的垫板上 因为我自己在插花的时候 我很注重这个台面 这个桌上的台面的感觉 因为如果一个这么美的一个花器 然后呢 你很随意的就把它 随便的往乱乱的地方一放 哇 那干脆就不要插花好了 所以我觉得呢 自己要怎么样 喜欢插花呢 不是只有爱花而已 就是包括整个空间 都要把它布置得很好 好 那我让这个松针呢 微微有一点点往下 有一点点稍微低于这个花器的感觉 好 再少一点点 不过呢 因为很奇妙的 中国人讲松柏长青 这个松呢 越到了冬天 它越漂亮 好 那现在因为是夏天啊 所以它没有办法是这么的美 不过也还OK 好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那松针它附在这个花器上面的感觉 然后我后段再加一支的松 好 像这样的松 因为虽然小小一支 但是得来不易 我都是在盆栽上面剪的 所以呢 一般人是不会剪这样的一个松 来卖给你的 那刚好有盆栽 那最近夏天又长得很密 所以我就把它剪下来有一点点 好 我们再试一下下 好 因为这一个海芙蓉 有一点被我冻到了 我希望它比较往上的感觉 那我们再慢慢的把它调一下下 好 然后我们把角度再调一下下 好 我们再试一次 好 那我们把这个松呢 让它再调一下下 然后这个海芙蓉呢 也让它有一点点 还是有一点离开那个花器的感觉 不要是 好像它掉下去的感觉 好 那在这个上面呢 因为我们表现一种幽然的感觉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上面加一点点的青苔 不过在还没放青苔之前呢 我先放一朵的兰花 好 那试试看这一朵 我今天准备了三朵兰花 那我们来试试看 哪一朵的效果会是最好的 好 我先可以试一下这一朵 其实这一朵呢 我已经买它好久了 已经用了好久好久了 然后最主要是因为到场要做共花用的 要做那个败栽花用的 然后我就试买了 试看看这个花耐不耐 好 好 这样一朵 其实呢 这样一朵的这个蝴蝶兰上去呢 感觉就很好了 那我又刻意的把这个 很多老师呢 因为很多的那个雪花的人呢 也都很喜欢把那个 就是兰花的 金布的地方 也帮它露出来 那感觉很好 好 那其实有了这个兰叶之后 我想我就不要再加这个兰草了 不然如果有时候 如果你买到的是切花 比如说你可能是这样一朵花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加这个兰草 搭配在一起效果也很好 但是因为我今天的这个花呢 它上面已经有这个 就是蝴蝶兰自然的这个叶子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不要加 不要再加那个叶子了 好 那我在上面加一点点青苔 这个青苔可以做一点点的效果 好像那个空谷幽兰 因为我们知道呢 孔子曾经说呢 兰生离幼谷 不应无人而不芳 所以君子呢 君子守节 也不应为穷困而改节 守道不应穷困而改节 所以他孔子借由兰花呢 生长在山谷里面 或者甚至有时候 它跟杂草生长在一起 但是它还是很自然的散播出芬芳 来教导我们 就是说我们不因为 不要因为有环境的一个变化 然后变成改变自己人生 该有的一种目标跟方向 好 那在这样的作品呢 我们可以加两个这样的一个杯子 比如说呢 加了这样的杯 两个杯 好 那在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电子上面呢 再加上一点点的兰草 一点点的松针落在桌面上的感觉 那它是很特别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来清供 就是供在菩萨前面 像我们现在的佛堂都不是很大 那我们就可以在上面 就是供在佛前 那也可以放在家里的角落 那觉得赏赏松针看看兰花 觉得它很优美很优雅 不过今天的这件奏品 我们先欣赏它一下之后呢 我们再跟桂花做一个搭配 让这个桂花的这个很高贵的气质 跟很芬芳优雅的兰草之间 相得一张 让它互相的搭配 好 那接着我们这个兰幽贵妇 就是形容兰花的优雅 那桂花的一个芬芳 那我们知道呢 桂花以前在各种花经典的记载呢 它是属于就是说品地很高的 那最重要就是因为它有着香味 所以我们说兰幽贵妇 其实妇就是一种香气隐瞒的感觉 那各位爱花菩萨现在可以看到 我的前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盘 那这样的盘 其实是我们一般拿来种盆栽的 这样的一个紫砂 那这样的紫砂呢 以前是很受喜欢的 不过现在紫砂呢 比较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价钱 那有时候对我来讲这插花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种紫砂呢 其实它也很特别很好用 那我今天同样的 我在这个紫砂上面是很快一块 这样的一块海芙蓉 因为我很喜欢用自然的架构 不要经过建山的插座 那怎么样去善用植物自然的一个枝条 跟感觉来插座 那今天我剪了一支这样子很大支的 很老支的一个桂花 那桂花呢 其实它是一个很吉祥的花材 所以中国人在很多人的家里的 静门的地方 其实是苏州园林 它都种满了桂花 就是说代表的桂器 那我们有金桂 银桂 那代表的军意满堂 所以我们从小在家里的 从以前就在家里会种桂花 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 比如说嫁女儿的时候 娶媳妇的时候 也会有桂花 因为希望我们娶进来的媳妇 是很桂气的 所以也会加上一个桂花 好 那我现在试着呢 把这支桂花呢 好像它也是千年的老树一样 据说呢 桂花的那个 它可以生长的时间是很长的 也就是一颗的桂花 它生长的寿命很长 所以日本人觉得说呢 桂花也是很吉祥的花材 那中国人自古以来呢 我们都知道呢 我们好像一直都在想象中 在月球上 在天宫中呢 有这个桂花 所以我们有那个 嫦娥奔月啊 吴刚法桂的故事 所以桂花呢 它好像在我们印象中 就是好像神仙之树 神仙之花的感觉 好 那我们试试看它的角度 怎么样让它很自然的把它卡住 好 这个角度有一点不好 那没关系 我们在有点不太能够卡住 那我试试看这个角度看看 好 那那个桂花油 还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就是它呢 一般来讲它不太会落叶 就是叶子不太会落叶 好 这样子感觉卡住是很好了 不过最高的这个桂花 因为它有嫩叶 但是呢这个嫩叶 会有一点点遮住我的脸 但是这样子我还是把它剪下来好了 不然我们这个空间没有办法应用 好 我把它剪下来 好 让它是比较平的 那这个地方我也没有把它剪得太短 因为剪太短的话呢 它跟我的海芙蓉之间的固定就比较不好 好 虽然刚刚看到它有一个这样的嫩叶 很难得 那可是呢 因为它的高度刚好会遮到我的脸部 好 那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就随身的这个因缘 所以我们说人生呢 要懂得珍惜因缘 把握因缘 也创造因缘 好 那我们把它这个桂花的叶子呢 好 那桂花的叶子呢 它充满了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能量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因为我们讲说它很贵气 所以有时候如果我们在口袋里面 放一点点桂花的叶子呢 都觉得好像有一点保护的作用 那桂花呢 自古以来也被认为是神仙之素 所以我们讲一句话说 人家考试考 希望祝福它考得很好 我们说希望它能够禅功者贵 就是用这个桂花来形容 那在那个厨池里面记载的呢 那个屈原呢 他也非常的爱桂树 所以他种了好多的桂花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的感觉 好 那就这样很顺着 这个枝梗过去 这样的感觉 好 那我在下段 我来加一点点的叶子就好了 我想我也不要加其他的花材 就是这么简单的 就是来优贵妇 好 虽然我准备了一只的杜鹃呢 但是我想我还是不要加杜鹃好了 好 那我整个花还是以兰花为主 好 那我加一只的兰草 在这个角落的地方 好 我也不加 不要加太多的剑山 好 那尽量都是用很自然的感觉 嗯 但是不过我要 因为要加这个兰花 所以我还是要用一个小小的剑山 好 那我试试看 有没有一个剑山可以让我加在上面 好 刚好有一个剑山 好 但是这个剑山呢 因为它很大 所以我先用一点点的这个青苔呢 把它遮湿一下 先给各位爱花的菩萨先看一下 好 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不加剑山的话呢 好 它一个这么大的剑山 各位看一下 就有点不太好看 很大的一个剑山 好 那我现在呢 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一下 当我把这个遮起来 它就好像那个地上呢 那个很自然的 那个地表面的感觉 就很特别了 所以在插花中 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运用 好 表现兰幽贵妇 那这些花彩呢 常常都是用来形容一个君子 君子就是一个很有修为的人 所以中国人也讲说小三重贵 就是讲说呢 还有讲说呢 形容那个很多有修 很有内涵的人 都是以贵花来形容 比如说有些人隐居在圣山里 我们就说它是小三重贵 好 然后呢 我把这样的一个青苔呢 给它放一下下 好 那我想 今天除了这一朵的兰花 其实不要太多好了 我还是用少少的 这个一枝兰花就好了 虽然我们还有很多枝 好 那我再加一点点的青苔 把刚刚呢 有一些修剪的地方 做一点点的修饰 让它延伸下来 那就好像表现在 深山旁边的角落 那个淋水边的地方 那有一些很高雅的一些树 在这个同时呢 它也生长着 那我们等一下 把这两件作品呢 让它结合在一起 来表现一种 兰幽贵妇的一种气质 好 那我们在欣赏完 这个兰幽贵妇 这样两个作品 和唯一的一个空间中呢 其实我们常常在 赞美一个人 说她呢 很有才华 那兰幽贵妇 那除了这个才华之外呢 我们 其实我们也要常常的 多多的修福报 我们那天讲到了一个公案 也就是呢 时来封送藤王阁 那运气雷劈奸王碑 也就是说 当你有的 好的一个福德呢 就像我们那天 介绍到 当时王伯呢 很想去到藤王阁 跟他的父亲相见 那其实是十万八千里远的地方 可是借有一个顺风呢 他就顺水而下 结果呢在一夜之间 一天一夜之间呢 就到了藤王阁 那真的是 因为过去生的修行 那风都会帮助你 那另外还有一个故事的 这段公案的下段呢 他说 并去雷劈剑王碑 那这段是这样子叙述的 也就是说呢 当时呢 范仲淹 因为看到有一个秀才呢 好像也蛮有才华的 可是他为了生活很辛苦 常常在路边摆摊子卖东西 那范仲淹就很舍不得他 就跟他说 你也很有才气 那这样子好了 我家后面有个剑王碑 那你就去踏那个碑 然后呢把它卖 拿那个去卖 那你就不要那么辛苦 为了生活那么辛苦了 那那个秀才书生也很开心 可是没有想到 当范仲淹当天告诉他 愿意这样子做的 让他这样子做的当天呢 没有想到天下一阵的大雨 就会打大雷 那个雷呢 就把范仲淹家的剑王碑呢 给劈坏了 结果那个秀才呢 就没有办法去踏这个碑呢 来卖过生活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我们虽然人很有才气 但是我们不能视才傲物 还是要懂得多多的修福报 然后才会发觉说 有时候你有修福报 你累积的福的因缘够了 那天都会助你 风都会帮助你 可是你的福的因缘累积不够 即使你再有才华 那即使呢 雷雨她都不帮你 都把那个杯给打破了 没有办法成就这样的一个因缘 那我们借由这个兰幼贵妇 我们要学习自己不可以 世才傲物 也不可以因为自己懂得 一点点的礼法 或者懂一点东西呢 然后就供高我慢 所以在我们佛教里面讲 贪嗔痴慢疑 这是五毒 那借由兰幼贵妇 我们也来思考一下 这样的人生 好 那愿此相华 天满十方 供养三宝 富华隆天 普讯众生 共入佛字 阿弥陀佛 陈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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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zij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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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地点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二段478号 洽询电话039580286 039580286 书方位于省道台九县边 副设停车位 公车路线从罗东转移站 发车的红二线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传授八观灾界 即礼拜大悲灿法会 公勤广库法师及法务指导声众 共同领众 日期10月4日星期三 时间八点半传授八观灾界 十三点半礼拜大悲灿法会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公募福恩 目见连尊者 大慈大孝 神通第一 目见连尊者 在佛陀的弟子中 神通第一 时常献大神通力 护法降魔 度化外道众生 但神通不抵业力 尊者母亲造业 在地狱受苦 信得佛陀开导 以共生功德拔见其母 尊者感恩佛陀 并使见于兰盆 孝亲报恩法会 以报父母神恩 一心鼎礼尊者目见人 祈愿大众见舍力 生欢喜心 并学习尊者行大孝于卿 以大悲度众 顾法护教 以方便智慧之力 传播菩提种子 今天是六斋日 为四大天王 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 持守八观栽戒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饮 不忘语 不饮酒 不眠坐华丽之床 不着香花蔓 不相由徒生 不观听歌舞 不非时时 也就是持斋 或舞不时 随喜您的功德 阿弥陀佛